我順便講一下好了 我們剛剛只單純的做了標題的圖 對不對 還有一個我們這邊要順便給大家看的 因為只有這樣還夠嗎 不太夠 所以你還會找一些什麼 圖庫 你還會找一些圖庫 找一些圖庫 那我們這邊列出來的這些圖庫 都有一個特點 就是一定要讓你比較好整合的 所以我會幫你找的是PNG的 還要自己去背 那麻煩不用找現成的就好了 當然找現成你這樣找就是 沒有license問題的最好 那尤其是你要公開在外面 像這個icon般的 這個也不錯 因為這些是小圖的 小圖的icon就是我們那個圖式 那你找看看 像我們來這邊找一下 當然你打中文是北通 所以你要打英文 好那比如說我們要找 好吧 你要找一點什麼 office好了 好找到的 找到一些的對不對 那麼你可以稍微看看 這裡面有沒有你喜歡的 好 那這裡 這個大家都很喜歡 哈哈 好了 我們來試看看 你看有沒有PNG的 嗯 點下來 好 這樣就可以直接存下來了 事實上你也可以 它的搜尋 事實上可以過濾的 它搜尋也可以過濾 你如果想要看完整的 你可以點進來看 它這邊就有 有沒有 你也可以從這邊 那我現在把它存下來 把它另存 各位你千萬不要在這邊按右鍵 我知道大家很會存 但是這樣存 不一樣喔 這樣存 有些啦 有些這樣存 不是它原來的圖喔 所以你最好它有提供PNG 你就從這邊下達 那我把它存到我們的暫存檔裡面去 好 好 OK 那麼 您看看我們從這邊 一樣插入圖片 從這裡來 有沒有發現 錢就是錢 沒有白的 所以錢不會白花 哈哈哈哈 開玩笑了齁 所以你可以看到像這樣 這些 事實上 另外這個Clip Art也是一樣 這個 點過去 我現在就用在裡面的超連結了 對不對 Clip Art裡面事實上更多 我相信大家都有用過Office裡面那個叫美工圖庫 對不對 請問你除了 你用的它 會 除了用自己電腦裡面 還會連到微軟網站上 那是一種方式 事實上這裡面的 還真的很多 而且這些都免費的 好 重點是都免費的 所以你可以找到很多 比如說你要這個Butterfly 來 它還提供你線上編輯的功能 好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一個 叫做 PNG 看到吧 所以 甚至如果你要做 假設你要拿來就是印比較大張的 它還可以 因為它本身這個是 向量的 好 向量的 所以如果你變成PNG之後它變點證 如果你有需要 用在 比如說像印報告 還是印刷比較大張的 你可以直接把你的解析度打下去 它就會給你比較大張的 好那如果你沒有打 那當然基本上它就認為你應該是用在螢幕上的 所以就給你一般的尺寸而已 好這個你就真的可以按邮件 然後這邊 所以我把它存下來 好一樣我們拿到這邊來 各位這樣才比較OK嗎 對不對 有沒有 你千萬不要找那個 沒有去背的放進去 自找麻煩 不然好像貼個藥膏 狗皮藥膏在那裡 這樣很醜 這個是各位 我們要介紹給大家 就是你可以去找一些資源 除了標題我們自己做 有些部分必定找不到 那些圖片的話 事實上你可以去找 可以找到很多 好那麼剛剛我們這樣用了之後 我相信各位應該就對 你在這個Place裡面 要怎麼插入圖片的部分 比較沒問題了吧 如果你伏地要飛正一點怎麼辦 移上來一點 有沒有一個圈圈 這樣它是可以變正的 OK啦 所以這個是旋轉沒有太大問題 那我們再給各位看一個 如果你真的還是很懷念那個 PowerPoint的話 我還有準備一個給你 就是這裡 這上面有非常多的簡報範本 至少你可以不要再用微軟的那些範本 不然每次看都一樣啊 你都不覺得 老師又來了 怎麼又是微軟簡報 然後老師那幾個範本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 你可以到這邊來看一下 這裡就有非常多就是那些 簡報的範本 借你用 你看都是free的有沒有 其實各位 你只要掌握一個關鍵字 叫做templates就好了 但是因為大部分我們範本 會是複數 所以有加s 那你也可以Google一下 那找到非常多 那這裡面就有很多 你看這裡有2013的有沒有 泡泡2013的 我們這個 免費的 裡面就一堆啊 對吧 總是至少跟微軟的不一樣嘛 OK 好 那這個是順便提一下 好的 那我們在這個 找圖技巧就不講了啦 因為這個我們上個月有講過了 這個月就不要了 OK 如果你上個月沒來怎麼辦 蛤 上個月沒來就自己到我的 YouTube的頻道上去看就好了 我們都有錄影 好 那麼我們往下看一下囉 所以你看一下在這邊 剛剛的price 我們已經會了什麼 是會套用版本的 對不對 你也會打入文字的 插入影像 那超連結的部分呢 我們來看一下囉 如果你想做超連結 事實上很簡單 你只要打HTTP 罵號兩條寫線就好 因為我們的網址 你看我們的網址 也沒有長得像這樣 對不對 你打文字的時候 只要打這個 前面多加那個 前面多加這個 有沒有 前面多加這個 他就知道我要做超連結 好 所以這樣就可以了 但是這裡有一個問題喔 你看 假設我要這個網址 好 我就 這裡好了齁 點一下 各位順便看一下 我們的標題 他預設會有兩個 叫大標 次標 跟內文 對不對 那如果你打進去之後 你覺得字的大小 在這邊 還有什麼 至左至中 還是這個 這個應該我不用講太多 大家都會的嘛 好 那我現在點到這邊 貼進來 哇有沒有發現很大 你有兩種方法 一個就是把什麼 把字 變得很小很小 假設你一定要塞到一行 我就盡量小一點 再小一點 有沒有 但是有些時候真的好長喔 你根本就塞不下嘛 怎麼辦 你可以用短指 所以我們剛剛在這邊 後面 後面 有沒有發現有一個叫短指 現在網路上很多 所以你用這個關鍵字去找一下就有了 比如說我們來這邊 這個 短指 那這個是Google提供服務之一 可以啦 短指也是 那你如果只有打短指 會找到更多 那我用Google提供的 好 假設我們現在就是剛剛那個網址 可是太長了 那怎麼辦 你把你的網址貼進來 按一下 shorten 變短 變短 那他會要你打一下右手邊的齁 這個也是最難的嘛 這樣 好 有沒有看到一個短指 看到齁 直接複製就好了 Ctrl加C 所以呢 如果說你萬一真的就是 有一個網址太長了 就麻煩你把它怎麼樣 變短一點 這樣OK 好事實上你要變大變小 這樣變大變小也可以 不見得一定要去編輯這個文字來做 好 這都是OK的 這樣 有沒有問題 所以剛剛我們這邊這個主題又會了 又會了 好 那了解這樣概念之後 這裡有一個是你們桌上版 就Desktop版本沒有的 這是只有線上版才有 就是插入符號跟形狀 來我們看一下齁 你看我們在這裡 我再用線上的這個版本 我選好一個 我先用空白的就好了齁 您看一下 這個地方 我這裡面的 跟你們這個版本 桌上型的版本 有一個不一樣 就是在這裡 就是我現在游標這個 有看到嗎 你們的沒有 就是我們的桌上型的版本 你看喔在這邊 有沒有發現沒有那一項 它的形狀是只有這幾個基本形狀而已齁 那這個呢 等於說如果你要這個部分 它是線上的 那你點了之後呢 它就是給你一些它內建的一些符號啦 比如說像打勾勾啦 有沒有打勾勾啦齁 這幾個 其實它還好啦 這些都還在可接受範圍 反正你要找 網路上也可以找得到 它也可以找得到齁 比如說你要這個的 按Truth 好 最大好處就是它是向量的 所以你放大縮小 怎麼樣 不時針 它這個還在跑齁 事實上它都漏的進來 我現在沒有辦法放大 來縮小 點太大了 有沒有發現我放很大還是很清楚 因為它是向量的 這樣清楚啦齁 所以這個是給各位參考一下 有這個部分呢 是我們在網路上才有的 那你先了解這些概念之後 我們要回頭來看一下 你的簡報 如果只有1 2 3 只有這幾張 夠嗎 可能不大夠對不對 你有可能要增減張數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來看這個囉 你看假設這是我的第一個 第一個標題的 那我第二個我想要把它移到蝴蝶上 你可以來這邊 我們先從這邊來齁 如果你要插入一頁 叫做add a frame 像不像簡報 像嘛 就多加一頁嘛 好add a frame 把它按一下 有沒有發現右手邊跑出一個東西來了 那預設的話呢 就會有一個這個框框 等於說這好像一頁 一頁齁 那增加的框框 你這邊增加之後 你注意左手邊 有沒有增加進來 也有增加進來喔 所以你可以先看一下 我如果從這裡 本來在這邊是第五頁 按一下 它就會移到右手邊 有沒有 它就自動幫你把那個路徑做好 那萬一你的順序不對的話 怎麼辦 泡泡泡大家都馬會 因為你會這樣啊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第一張碗換這一張 所以你就第一張碗換這一張 有沒有很簡單 那這個呢 你可能就會有幾個疑問啊 一定要用這樣框框嗎 哈哈 人家我們左邊都是圓圈圈啊 你看我們在這邊都是圓圈圈對不對 對不對 框框一定要嗎 不一定 你可以選擇這裡 這樣有看到了齁 事實上 除了這樣子 這樣子 這個就跟我們左手邊那個一樣了 好就一樣了 但是其實有些時候 像你現在看到我這個簡報 有沒有發現我都沒有框框 對不對 不一定要有框框啊 有些時候它只是一個範圍而已 所以呢 像我在用我就 會比較喜歡用Hidden的 Hidden的 它在網路上的話是翻做Invisible 就是不可見的 或者隱藏的都一樣 這樣您大概了解了 所以你看我把它變Hidden 這樣就是一個空白的 可是它會有 那你想看看 我們剛剛的移動方法 你看這樣 是不是就很平平的就過來 如果你記不記得我們剛剛蝴蝶還有轉個彎啊 如果你在這邊 轉個彎 一定要那麼正看嗎 只有正媒才要這樣看嘛 對不對 請問我這樣可以嗎 如果我這樣的話 我們在簡報之後會變怎樣 讀者都歪著頭看 你想太多了 我做一次 我們play一次給你看好不好 這樣 知道什麼意思了吧 你的轉彎 只是它的路徑會轉彎 因為你要簡報的時候還是要正正看嘛 它不會 它不是 它沒有要你轉個彎看啦 除非你把它安排就是裡面的物件 那如果你是插入所謂的frame 那它就是一定會轉到正為止 好 所以就是那個路徑會把你轉個彎 這樣您大概清楚了 所以你的每頁的大或小 其實都沒有關係 對不對 因為我們微軟這種簡報的方法 最討厭就是每一張簡報都一樣大 有些時候我的資料就不是那頁可以放得下的 對不對 那這個就會比較方便 這好像就是你有很大張的非常大張的值 你去自由發揮一樣 所以你安排 你用滑鼠滾輪 對不對 你想要安排到哪邊 是不是都隨便你 它沒有那個限制 沒有那個限制 那這樣你會發揮的空間就會比較大 好不好 那我先把這個部分讓各位看一下 就是我們剛剛講的這個addframe 你可以試看看 好 來我把它還給你